關西機場風災事件 折損了大阪辦事處長蘇起成 成了駐日代表謝長廷任內的最大爭議 不過回顧這三年來 從沖之鳥呼籲立場偏袒日方 對福島核實持正面態度 反對設立萬安府同向等等 都被諷刺是幫助日本的代表 不過這位置卻穩坐不動 謝長廷的備份跟其他的人其實不太 民進黨的一個勢大老 除非他自己要走 所以蔡英文根本不敢把他給 不敢把他給換掉 用大老用備份大的 來去擔任他所藏到的一個苦果 蔡政府原本最有把握的對日關係 反倒陷入僵局 最重要的CPTPP也無法推動 結果動到駐日政務副代表郭仲熙 目前坐滿四年 卻沒有依照三年或六年輪掉慣例 直接召回擔任台日協會秘書長 換上吳釗燮信任的前秘書長 知遇派的蔡明耀 等同架空謝長廷 要貫徹政府高層意志 其實日本對於謝長廷呢 其實感覺到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失望 蔡明耀來去駐日當成副代表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什麼 重啟一個什麼溝通的一個管道 我想外界對這個部分的猜測意測 有點過頭了 充滿了想像力 我們外交部雖然有三到六年任期 海外任期的規定 但是也因為認為國內相關業務的需要 做彈性的安排 外交部呼籲不要再分彼此團結打艱困的外交戰 但會有這樣的傳聞 也只能說無風不齊浪 TVB的新聞 附近陳香正外 台北島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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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